去压制ELG进圈 然后让RNG这边另外舒展加星辰看 能不能再打击一下圈内的4AM 所以在小智的助攻之下呢 RNG现在依然掌握着场上最大的迎面 就看一下他们手里的烟雾弹投资物够不够 星辰沿海岸拉一个侧面枪线是可以进圈的 进圈先卡死ELG之后呢 再用里多打扫去打一个4AM 这是RNG这一局可以实行的战术 但这个时候对于ELG来讲他是得处理一下了 那小智现在是把高点给放了 好 继续加枪 看到了Leader 要小心 冥黄 大盘机精确制导 一滴打高 但是自己转身也被星辰所击倒 这个时候目前RNG剩两个有效生存 RNG剩一个 三代是一个 这个决赛选还不好说 看到了大将军 两处对枪大盘机之间的斗争 来 三三这边是拿掉了冥冥的淘汰吗 三三再下一番 那现在场上是一个一打一打一的局势 舒展因为被篮圈所驱赶 他是不好扶起来的 是 三三他手里还有六颗手蕾 大家别忘了 他依然是有机会的 而Leader那边进来刚好有个空头 他还有个掩体 天呐 我现在圣志诚 4EM这个只剩下One Angry Man的队伍 从三三的身上又看到了希望 因为现在最接近没化妆的也是他 知道 弓箭是个拼地 但三三眼前他是有一个数当眼底 而RNG的话相对来说尴尬一点 他只有这么一点烟 LG前面也是有个小数目 从圈内的掩体上来讲 LG可能更尴尬一点 尴尬的是LG RNG跟4EM也是一个未知的状况下 观众朋友们 在2020国际冠军杯极端圈形的海盗舞台上看到最后如此接近的一个残编大战 三三 投了一个三分球 击中了星辰 击中了RNG一队的心脏 他继续用手脸去输出RNG 这边实在位置也是被发现 看一下投无线 拆了一点点 继续拿步枪扫射 是的 扫射也压制了一些血量 让RNG现在也不敢继续扶起自己的选手 他继续 他还有最后一个手脸 能不能再中呢 有点接近了 能不能直接一雷两响 灭掉了RNG 来自于三三 知道4AM的三单 这里正面是个Leader的一打一 这个时候他不一定知道Leader的位置啊 4AM一队已经在本局来到了十个淘汰 三三拿下了三个淘汰 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跟大将军 跟ELG的核心成员一位一的对抗 但这个时候发现Leader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完全慢的 三三有研究 锁定了上去 最终三三吃下了一击 这一击属于4AM 是 让全世界听见静音集结 他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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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